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VL 難又拍哈 易又拍哈 今天我就進來長洲 打算輕輕鬆鬆來一個平洲半天環島游 平洲這個佔地不夠100公頃的小島 大概大半年前我來過一次 當時已經很喜歡這個小島 既有長洲的度假旅行感覺 但又沒有長洲那麼商業化的味道 半日時間就可以輕輕鬆鬆來一個平洲環島游 絕對是一條初級的郊遊好路線 一條全長大概8公里的環島路線 我們一齊走一轉 我們坐港鐵去到香港站下車 下車之後沿著A2方向的天橋往碼頭方向走 靠右手邊的6號碼頭就是去平洲的碼頭 去平洲的船期大概30至45分鐘一班船 但快船和慢船的價錢出入得幾大 差不多有一倍的價錢 我們當日就選了中午的1點鐘普通船 入到去的船程大概都是40分鐘左右的時間 究竟需不需要快船呢 最好就量清楚的船期表 大家好我是隊長Muel 現在身處在這個平洲碼頭 今天進來平洲交流一下 原本打算去露營 但剛剛天陰陰下雨昨天 取消了 這就是Pan B 和經理人進來這個平洲 輕鬆郊遊半天 這個平洲是我第二次進來的 第一次就是大概一年前 和他進來吃飯 那時候來到覺得這裡很平靜 有一個mini版的長洲的感覺 已經很喜歡這裡 難得今天有一天時間 和經理人進來這裡走一下 這個相對於長洲來計 比較平靜的小島 好 我們先看看路牌 我們要沿著右邊去 我們會去這個守子山 守子山厲害了 是這個平洲最高的山 東灣的海邊可以看看 有天后廟 還有一塊石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可以看看 那個石都OK的 那這個村子進去就有一個被靠廠 這是不是第一個景點 對 天后宮第一個景點 行程有寫的 好 我們入廟要拜神 上次都沒有為意 在天后廟旁邊有個叫做 奉金風船碑 這個清朝遺留下來的風船告示 好 參觀完這個天后宮之後 我們沿著左邊 有個寫著王家樂敬的牌 入完廟拜神之後 我們穿回去蹄甲廠位置 蹄甲廠位置 這次就位於天后廟旁邊的永安街 走前百多米 就會見到左手邊有一條小巷入口 而這條的永安街 和對出的永興街 都是平洲最主要的兩條街道 上一次來一個景點的時候 只知道這個是牛皮廠的舊子 和這裏是好一個台灣的文青打卡點的感覺 當時有想 一定要約經理人來一個平洲逛逛街 再來這個景點打卡拍照 事後看看這麼特別的藝術景點 原來有個名叫秘密花園 而這叫秘密花園 其實十年前已經出現了 秘密了很多年 是近一兩年才被人發掘出來 做這個打卡的熱點 大約十年前 一位土生土長的平洲居民 就向業主租一塊地 建立了這個秘密花園 十年過後租業就期滿 究竟是否可以繼續下去呢 都是未知之數 牛皮廠的原子有四萬呎 只有這個秘密花園都佔了二萬呎 究竟可不可以逃離發展的壓魂 都未知之數 有興趣的就趁這一年好來看看 當中的藝術品 都是用一些棄置了的廢物造成的 藝術這家藝我就不太曉 但對我這些凡夫俗子來說 的確我覺得當中 都有一些設計或製作 是挺有心思的 入到打卡拍照 記得支持一下這個秘密花園的主人 在花園裏面都有很多小錢商 創作除了需要靈感之外 都需要一些金錢的支持 說回牛皮甲廠的舊子 牛皮甲廠開業於1930年 去到1975年 因為市民對牛皮甲的需求 日益減少 最終要結業了 結業之後 其實這個地方都曾經分租過 電子廠 針織廠 或者一些騰器廠 充分反映了這個小島 和其他漁港有些小分別 這個小島是一個工業小島 而這個牛皮廠的位置 亦都在2010年被古蹟板 列為了三級的歷史古蹟 希望這塊土地就算是發展也好 都留一些空間 讓大家記錄平洲一些過往歷史 這棵樹真的穿越了一間屋的旁邊 離開這個充滿後現代色彩的藝術家園地 覺得你剛才這個景點有什麼評價 挺有趣 挺有趣 覺得你有沒有藝術成份高不高 所以這間店我認識橋 的確剛才有很多藝術家 用鐵做來的 如果你對鐵沒什麼認識 就真的很難理解到藝術成份是有多高 我們穿出去走海邊 那些自然地的景點位置 穿出去的位置 看看吃不吃東西 這條街呢 有些地方吃東西 如果不吃東西 就沿著海邊 那邊的手指吃 那邊的方向 這裏有著名的打卡食店 又有些不著名的小店 我們看看選擇哪間食物 穿回到平州街市的位置 其實都是碼頭附近 我們一找食物 剛才這條永興街和永康街 就是食物的地方 這裡不吃就沒有了 我們在左邊的位置 就進去後面的位置 我們現在穿去右邊 我們剛剛進去的位置 對 吃東西在這邊 看那邊沒有東西吃 法兵室 應該有地方 我們在最旺那段永康街 找不到食物 現在走到另一邊比較平靜的地方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食物 其實上次來過 都知道主要的店舖 都會集中在永興街和永安街 但既然第一個回合都找不到深水的食物 於是就決定走遠一點 看看有沒有意外的驚喜 這是不是公屋 這是公屋 是公屋 我們收了兩條平洲最旺的街 決定去到最多人氣的茶記 在那裡吃 兩條主要大街 最後找了這間海興龍茶餐廳 吃了個餐 這間店都挺實際的 值得推介一下 我們做了一個乾牛河 和一個沙爹牛肉飯 都OK的 連一杯飲料 一百元不用下樓 不錯 這間剛才又打了困籠排制隊 我們1點8 落船 吃了東西 摸到現在 3點4個字 兩條主要的大街 走完永安街和永康街 我們穿出去 永安街和永興街 我們現在穿出去 海皮邊 沿著左邊走 去南灣那邊的方向 吃完東西 我們身處平洲政府合處的位置 我們先穿出去海邊 經理人 知不知道對面這是什麼島 尼島 對面這個尼島是什麼島 請問 不知道在哪裡 平洲 看一看這個 就是大嶼山 其實很近大嶼山 在右邊那邊 就是這個 嶼景灣方向 剛剛落船的馬頭在這裡 我們360度為一個圈 我們現在在這個公眾碼頭 我們會沿左邊 一條南邊的方向 剛才身處這兩條 就是主要的永安街和永興街 有警署 有消防局 有銀行 都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沿著海邊 就向南邊的方向走 我們今天都會上山的 你又說沒有山走的 有個山仔叫手指山 還有一個石 叫釣魚翁石 看看是否記得怎麼去 我們現在沿著這邊過去 對面就是大嶼山 後面這裡就是余景灣 為什麼比翔洲好呢 這裡有需要的時候 其實有些街島 杜輪過余景灣很近的 余景灣有車走 相對比翔洲的交通 可能會比較方便 前面兩個島 但是這個 三芝香那個 那個是什麼 南芽島 沒錯 你好 那個是南芽島 很近這個 很搞笑 那兩隻貓貓 周公島 這個喜寧州 戒毒所那個 就是這裡 我們那些船旗 有幾班船都可以 可以去到喜寧州 很搞笑 對很乖 喵喵 哈囉 哈囉 這裡一隻都是同一個方向 不是 但是它是睡覺 好了 去到南灣那邊 對著海的村屋 好了 來到海皮邊的盡頭 盡頭意思當然是指正頭正路 不是跨出去的那些 我們就沿著左邊 這裡過也可以 這裡 這裡有個景點 聖利灰堯為止 儘管看一看 上次都沒有去到這個地方看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看 這裡寫著 聖利灰堯是第三級歷史建築物 要經過一些石堆仔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了 聖利灰堯廠 一鎖破舊的建築物 有一條鐵面鎖在門口 不過如果你要進去 鐵面都是鬆扔扔扔的 但是這些破舊得很厲害 扔了兩扔都會扔下來 千萬不要亂試 對 我想是最有歷史意義 就是這個招牌 聖利盒機 我們沿著灰堯廠的後方 繼續向南灣的方向走 就會去銀洲仔亭 這裡是私人區域 但是那條路是這樣的 這裡寫著 進入監控區內有惡犬 私人區域 但是我上次就是走這裡 一穿出去就是 真的 很像這樣 OK 你厲害 你帶了我走 這裡 OK OK 他剛才說這個 等你進來 我們現在就賣他的帳 其實這條路就是從這裡穿出去 一上就是 我們現在就要逛遠一點 多個幾百米路程 沒辦法 穿出灰堯廠之後 去回海皮的方向 走前幾十米 再游轉回南灣新村 才再進回山景 來回這個牌 左手邊這個牌 是去手指山的 我們現在轉右 這就是南灣新村 那邊 不是下回去 是在這個位置 轉右 這裡有個山頂村公尺 有間叫圓通港寺 有間叫圓通港寺 那邊 這裡會接回 剛才那間 私人種地的頂端 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 看回南灣新村的樓 那些平房 在這裏 有間叫圓通港寺 前面這個 扶手欄崗 有一個座位 就是剛才在這裏 上回來的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出來 但是它寫到 內有鱷圈 又真是內有鱷圈 你又 免得強勁進入去 三隻 四隻 右邊這個是一個 墓碑園地 五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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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一隻 但是它不搞你 它很純性 很乖 對 跟貓一樣 你也很爽 會不會我結論是 平洲 無論是人 貓和狗都很平和 平而近人 忘了是向上走 還是向下走 我記得是向上 向下落一個海灣的位置 好 仙人獎 還是下得好像樹 樹上面生的仙人獎 什麼呀 它是仙人獎來的 然後石塊 變了樹 然後變了 真不真 OK 先說一下 右邊的路 可以到海邊 我上一次的影片 也有到海邊 都挺漂亮 不過掘頭路要上來 前一點 這個 釣魚翁石那邊的海 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這次就不下去了 右邊是一些私人屋 我們現在要直去 左邊這條路 上去平洲最高的山 手指山 我們稍後都會上 不過就走外圍 跨一個圈才上 知道平洲是什麼 叫平洲 因為平原單 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它最高的手指山 只有九十多米高 那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山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叫平洲 都會上去 已經很高 這次相當清晰 是私人門的地方 我們就轉右方向 這是什麼東西 請問 是不是蕃茄 是 又是看到青色的蕃茄 真是種了 這條路 可能還是要借了 吃完就再種了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平洲秋水站 來到這個海邊的方向 剛才那條小路 如果再直落 都是看著這個海景 不過就在右邊一點點 看到左手指什麼樓 香港道 是不是很近呢 尖多高過 就在旗山 是嗎 是呀 好 看著海景吹吹風之後 我們沿著秋水站的正面方向 這條斜路 向這個 吊魚翁石方向走 這條辣屋 又是水務處的宿舍 其實做水務處都挺正的 秋圍都有宿舍 有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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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坐我們 左邊 右邊 這個 銀洲仔亭 都會落到海邊的位置 看看你的左邊 會看到迪士尼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想問你 過不過右 左邊 但你選擇了走 走吧 看看 這條路是吧 兩邊還拉著繩子 很有趣 它是畫了一條山徑 很漂亮的 它可能想跨一條線 叫你不要踩其他路 踩死草 等等 左右兩邊 走哪一邊 請問 右手邊好不好 右手邊比較好看 右手邊 這個應該是被人走去那裡 嗯 不要打救人 好吧 我們就不亂地下去了 你看到最盡頭 就是海邊的位置 沿著沿路 走到大路 來回大路口 轉油 走到盡頭 幾十米左右 我們看到平洲配水庫 前面 左手邊 這條綠色的扶手欄杆 就要登頂 最高處 手之山 九一幾米 再看過去 右手邊 很清楚 剛剛我們經過的平洲市中心 對面正正就是余景灣 再看後一點 就是迪士尼 竹高灣那邊的方向 其實真的非常之近 那個島就是大利島 我說一會我們會過去的大利島 那邊凸了出來 再對著那個就是余景灣 那邊就是遊艇碼頭 再看頂一點 看到綠色的草地 那邊就是歌羽呼球場 我們一會過去大利島那邊看 就會再更近 看看地圖 剛剛我們也要下船 消防局 我們找地方吃東西 就是這一堆 主要的商業經濟區 我們剛才沿著海邊 走到南灣 來到這個風瑤廠 接著就穿不到上去 我們就在這個南灣新村 再上來 大概沿著這條山徑 剛才又下來了這個秋水站 接著就去到銀洲仔亭 然後再上來這個位置 我們等一下會怎樣呢 就會跨著這邊 過來東灣這個位置 然後大概 我忘記是沿著旁邊走 還是沿著中間走 就去回 這裡應該是有個叫做 釣魚翁石的位置 再沿著旁邊的山徑 就去大利島 接著來回這裡 就一個平洲半天環島遊 OK 現在幾點 你現在擔心 現在是4點3 現在是4點3 有幾有船 去到10點也有船 11點也有船 OK 我們慢慢下去 這個山頂 你知道什麼特別的地方 有標高柱 特別之處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走 左手邊 剛才我們說有一對 左手邊 不是走左手邊 左手邊 我想說是剛才 我們看到的路 就是這條路出回來 我們走右手邊 這麼快 右手邊 這條山徑 就會通回到東灣那邊的位置 東灣是什麼地方呢 如果我們先下船 馬頭方向計器 就剛剛它的背部位置 剛才一個C字這樣 凹了進來 跨圈圈位 很平靜 東灣這邊的平房 相對來計 就會平靜些少 始終遊人未必會過 但是這邊 這裡有一間天主教堂 我們沿著旁邊走 這裡寫著去龍武廟 我們去龍武廟 看看 經理人說 為什麼這間屋這麼熟 是不是和多一間 我們跨了一個圈 已經跨了半個島 因為這個平州 其實就好像一個廢 我覺得像一個廢 我們跨了一個廢的左手邊 現在準備去廢的右手邊 平州公立智人學校 我們在這條路 穿出去東灣的海邊 好了 來回東灣的位置 我們沿著左手邊 海皮就一段 我上次就在這裡 下山就這樣走出來 所以就沒有經到 所以就沒有經到 剛才外面的背部的那些屋 好了 這個就是東灣 剛剛一個C字形 隔著了一個內灣 剛才我們起步 吃東西起步大概是三點四個小時 現在是四點半 就是用一個小時 鬆一點來到東灣 我們來到這位置 我們不可以再直行 直行有些村屋 找不到過去 我們沿著這個釣魚宮 觀景亭這條路 再去釣魚翁石的位置 發射站 這房子很高 這間破舊的廢屋 難得很嚴重 分岔路 這裡有雞腩 大約寫著 前面是私人住宅的地方 就有惡犬 不要內盡 往發射站 加樂壁 轉左邊 去釣魚宮石 原來釣魚宮 剛才說釣魚翁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不要一直去 右邊有個往發射站 這裡有些人寫著 釣魚宮觀景亭的方向 向右轉 為什麼 為什麼有鐵閘 封住了 這邊有路 沒錯 我們繼續沿著左邊走 沿著的 沿著亭的右手邊 直到海邊的位置 我們去看看 菠蘿? 我們看到海邊 我們發現樹上有菠蘿 是不是菠蘿 應該不是菠蘿 是菠蘿 不是菠蘿 不是菠蘿 那地上有一個 我們可以去看看 不是菠蘿 有一個被人破了出來 求證一下 究竟是不是菠蘿 不是 還是大樹菠蘿 質地像是大樹菠蘿 那個層次 它不是大樹菠蘿 又不是菠蘿 對 是什麼呢 不知道 我們沿著石 小心點慢慢過 那條 鋪位那裡 對 我只是想過 這個位置 跟著我走 在我後面 跟著走 好一點 對 對 我幫我試 好了 看完這個海岸的位置 我們沿回樓梯上去 為什麼你想不到怎樣下去 這個位置 一級 兩級 好 哈哈 我們沿著 這個艇 我們沿著 這個艇旁邊 右手邊的路 下回到釣魚弓石的位置 好 下回到這個位置 右手邊封了 右手邊是下的釣魚弓石 左手邊這麼漂亮的山徑 就是叫做平魚徑 看看怎樣過去 先看過不過 好了 這個就是釣魚弓石 但現在封了 不知道為什麼封了呢 既然封了就不過去了 這個尖尖的就是釣魚弓石 為什麼是釣魚弓呢 怎樣似法呢 我幻想不到 總之這個位置 希望遲點開 大家來交流的時間 就要進去 這裏一下去就是 那我們就不下去了 我們是不是在這裏 是啊 是啊 一條 這裏叫平魚徑 去回大利島那邊 一直走 這裏很漂亮 好可愛 這裏有人堆砌了太陽 再過一點點 有個孖心 這個I love you 石堆的位置 大概是釣魚弓石旁邊的沙灘 正面就看到這個的迪士尼 竹高灣 這裏又去到另一個沙灘 又看到一個I love you 加這個太陽 這樣呢 不知為什麼這裏有人這麼喜歡 I love you 今天呢 這裏時間其實是五點半左右 大家知道是暗階 還有很大風 剛剛放進飛機上去 不斷在告訴你 終於逢風 那裏有一張麻醉台 我們想不到半個島 都離開了 就去到五點半的時間 正面是迪士尼 普天的時候 飛過大利島應該是沒問題的 斜路 好 穿過這些樹欄之間 已經看到大利島那條橋了 我出來了這個位置 左手邊去碼頭 右手邊去大利島 我們去大利島 打個回合 這個鐵集出去 就是直升基平 平利路 怎樣 就是可以逃過 走過大利島 對 這條橋過就是大利島 島仔 看來而已 好了 我們在這個大利島的橋中間 我們去左手邊那個小燈塔 走一會兒 過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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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個盡頭 直去有個平洲變電站 其實上次我都有沿越 旁邊再直行一段 可以去到島的另一邊盡頭 都幾舒服的 今天就交流流 就不過去了 過去左手邊的小燈塔 放下飛機 謝謝 謝謝 fit 沉默 放下一站 我們下級可以 謝謝 我們請坐 去 車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華白海鮮 你們的好友好彩素才會看到 可能拼來拼都是那人拼的 這個很久以前已經有了 上次已經有了 好像有隻蜥蜴還是蜥蜴呢 有個頭抹大了個嘴 有個頭抹大了個嘴 挺過的 但身體又斷開了 在大利島旁邊的海邊 再看回到另一邊 是一個落貨點 來到這個平利路 休憩柱 對面有個仙者廟 很久以前的歷史 然後有個洗手間 好久我們穿回海邊的方向 沿馬頭方向走 今天這個交流流 路線算不算交流流 OK 不過狗狗很難 路線可以跟狗很難 不是狗狗的貓 我們看到很多狗 但是沒有聽見有狗肥過 那些狗很溫馴 今天是星期一來的 相對來說比較平靜的一天 天色就一般 我們現在就走出去看看 能不能搭到 18點50分的那班船 那班船 沒有顯示是快船還是慢船 因為快慢船相差的價錢也挺貴 一個雙倍 快船是三十幾元 其實普通船都是四十分鐘到 所以我就偏向搭回普通船 看看到時這班是甚麼船 大家進來的時間 留意一下船期 我們現在應該可以趕得及 是18點50分的那班船 難又拍一下 又拍一下 這條今天輕鬆簡單的路線 是這一年就變成第二次來的 為甚麼再來 因為這裏輕鬆夠簡單 如果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